其實錄完之後我就把它加上註解 這樣蠻清楚的 第一個就是增加樞紐分析圖 然後它其實關鍵就是兩個 一個是利用ADCH2增加一個圓形圖 所以這關鍵就是這個 就增加這個 第二個就是它的資料來源 有沒有它的Source Source就是它資料是來自於什麼 A3到B16 那這個A3到B16其實指的是什麼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A3有沒有 到B16 指的就這一塊 所以利用這一塊幫你畫個圖的意思 所以以後 假如你不是用那個樞紐分析 表產生的這個 你只要是一個表格長這樣子 它一樣會幫你畫個圖 所以這個地方只要Source的範圍是對的話 那就OK了 所以這個是只是畫個圖 然後再來就是新增資料標籤 所以這兩行然後再把它炸開 當然你如果要確定說是不是正確的話 一般習慣上呢 是會把它Run一下就知道了 Run怎麼Run 其實把它刪掉 然後你再把它直接執行一下 執行的話 油標放上面 按個執行 看一下圖有沒有出現 有出現了 那表示應該是成功的 你說老師那跑太快怎麼辦 沒關係 你記得 在那個除錯裡面 真錯裡面有個F8 有沒有 主行 它可以一步一步的讓你看到 你這幾行 有沒有六行對不對 每一個動作 它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F8 有沒有 所以你F8一下 有沒有 第一個這個 這一行 它就幫你畫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 底下的一層 然後 資料來源的話 其實它已經抓到了 所以其實 這一行好像就已經是預設 所以 你在跑這 第二行好像不太會有變動 有沒有 沒變 那理論上這一行 其實它已經幫你把 資料給抓過來了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應該是做資料標籤 所以按滑水右鍵 右鍵其實就選取 所以其實 這一行應該是選取 這個整個餅 所以 這個是要 Full Serial Collection 1 這個應該指的是 這個圓餅 整個 Denslate 然後 畫那個什麼 新增圖 圖說文字 這個 其實就是這個參數 所以這個參數的話 你就把它加上去 這個參數加上去 就有了 OK 然後炸開的話 就是選 這個選的話 我們應該知道 Points1的話 指的是中山區 所以Points1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點Points1 點Slate 其實這個敘述 就是指的是中山區 這個區塊 然後把它炸開的話 就是因為有點Slate 所以就會有一個Selection Export等於12 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它就出來了 不過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我個人習慣是如果看到有什麼點Slate 跟一個Selection的話 其實我會把這兩行變一行 也就是說Select 就是一個選取動作 產生的一個Selection選取區 那實際上如果假設你直接要跑的話 其實這樣寫就OK了 因為點Slate 就是那個範圍 其實就是指的是這個東西 指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中山區 那我剛才中山區炸開 12不就好了 我不用選了之後 再選了一個東西 再跟它講說 那個是我選的東西幫我炸開 那等於是多了一行 所以如果假設我個人習慣 我看到點Slate 然後後面有個點Selection 我會把這兩行 把它合併成一行 就是這樣 本來是寫這樣 我會把它等於是點Select 到Selection Delete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跑起來 我們看一下 如果假設要讓它再少一行的話 其實這樣跑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就是直接按F8 竹行跑跑看 有沒有 123 最關鍵的地方來囉 這個有沒有 如果你不要Select Select 在Selection 有沒有發現 一樣的結果 一樣是炸開12 是不是炸開12 對啦 只是說因為選取的狀態 這樣就OK了 好 所以呢 最後一行其實是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那你說 老師上面不是還有一個Select 跟ActiveTrack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可 可能也可以喔 OK 不過你可能要 假設啦 我們再來試一下 如果假設是這樣子 點Select 其實底下是Active 選的那個 剛剛是Selection 那這個是Active 就是被選的那個圖 我試試看 這個應該理論上也可以 不過就是試一下喔 不行的話 反正頂多是把它再恢復一下 好像不行 它這個就沒辦法 一定要Selection 一定可以 但是ActiveTrack 好像就不行 OK 好啦 所以這個地方就沒辦法精簡 不過已經省蠻多的喔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希望 把這個圖喔 不要放在這裡 而是放在這個地方 位置叫第二嘛 然後寬度的話 拉10欄 高度的話 可能要20欄 20欄到21吧 OK 那21這裡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當然喔 我們就是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才做過的 主要要 把那個坐標位置喔 其實就放在哪裡 一樣是At the chart to 刮弧 這邊有兩個參數嘛 請你把它放在第三個 第三個是它的 Lapse 就是左邊那條線位置 然後在top 然後再來是寬度跟高度 所以這個其實之前都寫過啦 那為了要節省一點時間喔 不如我們直接拿那個 之前寫過的程式來 call好像比較快 所以之前的程式呢 還記得吧 我們在這邊 第十四頁這裡 就是我黃色的這個範圍 等於是坐標是Lapse跟top 寬度的話是乘以10 高度的話是乘以15 可以把它改成20 把這個 豆點一直到15這裡 Ctrl C 然後貼過來這裡好了 這樣比較快 直接貼過來 這邊把它改20好了 OK 好 寬跟高就有了 我是比較推薦各位 所以 坐標跟寬跟高 自己補一下就好了 如果網路就是雲端上有 你剛才直接貼會 不要省時間 接下來我們 就已經做好了 這樣不要省 OK 按F8 看一下喔 畫出來的範圍 對 它這個等於是增加一個畫布啦 裡面 Source這個時候又沒有了 沒關係我們再把它執行下一行 有了 有沒有 不過那個圖例好像換位置 不過圖例不管 將來這個圖例 我希望把它取消掉 然後這個把它 等一下 這個地方 它沒有辦法選到 那我停一下 好像 現在又可以了 可能要連續吧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選到之後一樣 圖例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它炸開 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加了坐標 跟寬高之後的話 結果應該OK啦 所以這個是 D2 Labs跟Top 然後寬度就是 10藍 然後20D2的話呢 其實到21啦 所以底下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這邊 到21這裡 沒錯 好 那試一下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謝謝 gro而且 照片 謝謝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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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